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关键英语教室 学新单字 知天下事 欢迎收听Howard的关键英语教室 周一到周五 每天带给你反应社会脉动的关键字 我是会走路的翻译机Howard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 从1814年开始流行起来的词 叫做房间里的大象 Elephant in the room 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间里的大象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个好像有点难推测 应该要听到一些句子 大家会比较好理解吗 通常讲的是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东西 如果你的房间里大家想象一下 出现一只大象 我觉得应该很难忽略吧 就算所谓的大象这里 Elephant 它可能是一只小飞象 这样可爱的动物 可是大家都还会觉得一定很突兀 就不管它到底多大只多小只 所谓的Elephant in the room 就叫做显而易见 但是大家却忽略它的事物 所以常代表的是重要的 但是严肃的议题 或者是明明很重要 但是大家都避而不谈 那你就会说 它是一个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间里的大象 那在1814年为什么流行起来呢 1814年有一位诗人 他叫做Ivan Krulov Ivan Krulov他写了一个预言故事 叫做The Inquisitive Man 讲的就是一个人他去博物馆 他去欣赏看了很多展品之后呢 没有注意到有一只很明显的大象 他竟然没有注意到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那这个就被称为说 英文的礼俗宴 就说房间有大象 明明很明显 你却忽略没看到这个问题 这个议题或这个困境 那对话中被忽略的 或是被视而不见的 都算是Elephant in the room 那常用的动词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address 要去处理 要去探究 要去探讨 就是address 去探讨这个显而易见的情境 或者是问题 到底为什么大家不愿意 或是不敢直接讨论 或面对 房间里的大象 Elephant in the room 意思就是说 所有人都知道 可是却不提出来讲的东西 因为可能很尴尬 很敏感 大家会想比较多 Elephant in the room 所以有一种 打开潘朵拉的盒子的感觉 就是假设你要来处理了 会有一种地洞打开的感觉 就是那个概念是 好像本来藏着 然后你终于去处理它的感觉 举例来说 假设有一个商业团队 他们在开会讨论 重要的一个专案 那他们都知道有一个问题 可是就是 The budget is not enough 预算不够 然而在会议上 没有人提出来 那他们就会担心说 会不会有冲突啊 会不会让整个专案失败啊 那这个时候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就是所谓的预算 那假设有人想要 打破这件事情 他可能就会说 I'm going to addres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意思是 我要来处理 我要来谈谈 房间里这只大象 意思就是 like something nobody wants to talk about but it's there and it's so important 所以很好用哦 特别是想要唤醒大家注意的时候 你就可以刻意地用这个词 也是一个蛮有画面的词 我们来听例句 No.1 Sophie brought her girlfriend to the family reunion but no one wanted to addres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什么意思 Sophie带着他的女朋友 Sophie听起来 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嘛 brought her girlfriend 女生带女朋友回家 to the family reunion reunion字面叫做 家族重新团圆 但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聚餐 重新聚在一起嘛 reunite 变reunion family reunion 家里聚餐 现在女生带女生来 哇这个蛮大的一个新闻哦 but no one wanted to addres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但却没有人要开口问这一题 如果开口问的话 可能就关心说 你们是在一起多久啦 等等这种 就算是正常的跟情侣聊天嘛 可是这边出现了 elephant in the room 而且no one wanted to 那就是大家都避而不谈啦 No.2 After Alec's scandal he decided to addres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at his next meeting 又出现了一次 addres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就是去处理 去探讨的意思 一个非常好用的动词哦 所以会常常遇到 像上一句也有 addres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这一句 addres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刚好是一样的组合 意思就是说 去谈论 这个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最后一句 No.3 After the election who everyone voted for was the real elephant in the room 什么意思 就是选举后 每个人投票到底给谁 was the real elephant in the room 这边就要做区分了 就是真正尴尬 真正敏感的 才是叫做 the real elephant in the room 因为前面 轻松的话题 通常都聊完了 所以通常 到比较后面的时候 聊比较 就我说的是 在一段对话当中 聊到比较后面的时候 都会聊比较深入 那比如说 聊到投给谁 他其实就蛮深入的 要交代很多背景知识 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有人就会 躲避 这些elephant in the room 就刻意避开啊 可能逃走啊 假装很忙啊 等等 这些都大有人在 那这个elephant in the room 意思就是说 显而易见 但大家却没有处理 这件事情 好 elephant e-l-e-p-h-a-n-t in the room in the room 在房间里 elephant in the room 我是会走路的翻译机 浩尔 关键英语教室 学习单字 知天下事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